小时后,家里是开咖啡店的 在16岁那一年,我会考,都是考得很好 所以就在爷爷的咖啡店开始做工 然后就在那里开始掺杂一些那边的小混混 16岁就开始加入他们的班会 从那边开始学会吸墙浴教吸毒 然后在18岁就是因为吸墙浴教跟逃兵第一次进入监牢 从那次开始,我的监狱就一直不停断地进出到48岁 总共是差不多30年里面进出了19次 多数我进监牢的追案,多数是涉及毒品 有拥有毒品,然后吸毒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的案件 就是好像偷东西,打架 也有因为邦会的事故,拥有那些武器 最长是做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我最大的捆绑 这个毒品捆绑就是 当我第一次尝试海洛因 海洛因它是一种非常容易上瘾的东西 而且如果你不吸它会有副作用 就是你会全身发冷发热 就好像变成一个废人 因为海洛因的关系 我也进去两次戒毒所 这样我在想这个毒品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这样我就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毒品给戒掉 当然我就认识了我的太太 然后我就觉得说 可能结婚组织一个家庭 然后有孩子 可能用这种方式可以把我暗定下来 可以把我改变过来 可是好像这个方法好像也是行不通 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 其实她对这种东西真的是一窍窝 然后她也不知道原来我是有这种问题 就是我还记得就是 当我在跟她举行婚礼的那一天 就在酒店楼下 跟我朋友交易的那个毒品 然后背着我的太太 其实在厕所里面就开始吸这个毒品 我还记得就是 当Sean出世不到两岁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第二次吸毒 判入戒毒所 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晚上 当速毒局人员来到家里的时候 他们来敲我的门 然后进来屋里 要把我带回警局的时候 我是抱着我的孩子 抱着Sean 那个情景就是Sean一直做住我的衣服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一直做住我的衣服 这样我也没办法 我就把孩子交给我太太 那个时候是很辛苦 因为我知道 这个是第二次可能要做 然后18个月 就是我真的进去了做18个月 然后在监狱里面 我也是很辛苦 也是很后悔 然后也是想 我出去之后 我一定要重新改过 不过 其实 想象跟现实 真的是两回事 我认为我一直在生在一个家里 我认为我父亲 尤其是父亲 他不是在家里 他一直在外出 他一直在接近 去医院去查询 然后当我父亲去跟她 我父亲会在医院 他会向医院讨论医院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他只是在医院 问他们快速 问他们快速 对工作也是没有兴趣 就是要以最短的时间 想尽看什么偏门的方法 可以赚到最快的钱 最大的钱 当他在医院的医院 他回家不过自己 他不是在医院的状态 他不是在医院的状态 我们在医院的状态 他甚至没有认识我们 有时候我没有找到医院 然后我还不知道他在医院 他会不会在医院的几个月 在医院 然后有时候还不在医院 有时候还在医院 在医院的地方 我们还不知道 海洛因的副作用就是 它使你整个人 完全没有意识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也就是因为这个毒品 我太太开始 感觉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所以她也受不了 所以经常吵架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讨论 然后他们一直在 他们一直在医院 然后慢慢我的妈妈 我最初我的妈妈 想要给她一个机会 给她一个机会 给她一个机会 但当她拿到机会 她没有在医院 有时候他说 他会停止 然后他展示我们 他有三个 瓶子的毒品 在床上 然后他把他放在医院 然后我们认识他会停止 但后来 他没有停止 那是当我发现 我发现 慢慢地 我变成了 很多怒气 我变成了很多怒气 然后我开始感觉 他不是我的父亲 有一个很大的禁销 中他和我 每次他见到我 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 但他不在乎 像一个父亲 我认为 我跟父亲没有生长 我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所以我是由我婆婆带大的 所以这个家庭 是什么意义 对我来讲是很模糊的 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说 我有拿钱回家 假期我带他们出去走走 我有供应 做到父亲的责任了 如果说 比较给他们完备 给他完备的爱 我是没有做到 而且就是因为 很多年在监牢 然后在他差不多 六岁的时候 我就离开了 我就跟太太分居了 我就离开家里 然后在外面流浪 差不多七年 在那时 我真的没有太在意义 因为在七岁 我没有太在意义 我一直以为 我会变成了 恨他 恨他更多 然后当我变成了 我会觉得 我不想看到他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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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在那七年里面 我有要回去见他了 可是也是没有用嘛 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 我记得有一个过年的除夕 我刚好那一天 我也是从监狱出来 我就打给我前妻说 我要回去看孩子 要跟你一起吃团圆饭嘛 他就告诉我 你可以选一个最高的楼跳下来 然后 也就是说他是很对我心灰意忍的啦 那个时候就很自卑 然后有很堕落 然后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是没有东西可以留恋的 我也没有想要去 再去见他们 就是 希望跟他们可以一刀两端这样 这个七年里面真的是 很多东西是很 很印象深刻的 起初 身上还有一点点的钱 可是当我的钱开始用完的时候 就是剩下一件短裤 一个拖鞋 然后一个T恤 我也没有做工 好像晚上 当你在公园睡觉 或者在政府组屋底下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下起大雨 然后挂大风 那个冷是 真的是很冷的 而且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避 我因为没有钱嘛 我也没有做工 所以我大概就是 每天就是会跟人家 讨钱啊 或者找朋友借钱啊 不过朋友已经借到没有的借了 全部都跑掉了 去偷咯 偷食物咯 偷一些东西来卖咯 这样我记得有一天 那一天 是我生日嘛 然后就 身上只有两块钱 就去附近的巴萨买了一包饭 那包饭就是一个鸡翅膀跟一个饭 然后我就坐在楼梯间 然后就在那边 开始吃我的饭了 为自己唱生日歌 然后一面吃 然后 就开始一面流泪 就在那边想 为什么会 一个好好的人 搞成这个样子 在那个时候 我也不是说想改 改好 我只是在想说 可以不可以有一个地方给我 三餐温饱 因为肚子太饿了嘛 而且在外面真的是很辛苦嘛 这样我就会故意去偷一些东西咯 或者故意去做一些犯法的东西咯 而且是故意等着被做的 就是为了要 被做去 监狱里面 然后 希望说 在监狱里面至少有 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觉啊 有屋顶啊 不用淋雨啊 然后 至少三餐有的吃啊 衣服每天都有人洗啊 我在监狱里面认识一个 兄弟啦 他是跟我同一个邦会的 在有一天我在做工的时候 我遇见了他 他也是服刑出来了 然后他告诉我他是在 教会一直邀请我去了 这样他常常邀请 我常常都不想跟他讲这些事情 直到有时候我跟他讲 你如果要约我出来喝咖啡 谈什么都可以 拜托你不要跟我谈耶稣 如果你谈耶稣我就是站起来我就会走了 我不要想跟你讲这样多 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抱着 很攻击的态度 就是他们讲什么我都会攻击他们 而且觉得他们 这个教导真的是 莫名其妙 在监狱里面有很多 教会的人会来服事 就是每个星期天都有崇拜 这样我去这个chapel service 我的原因就是 有两个钟头可以 不用在牢房里面 可以去那个chapel 睡冷气 可以去看 平时我见不到的朋友 就是在别的牢房过来的 然后可以聊天 通常我们是做最后一排 牧师在前面讲话我们在后面聊天 然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逐渐 就从后面一排 做到中间那一排 然后就做到前面一排 然后就开始 有朋友就是 因为知道我会双语吗 就叫我 站上去开始做翻译 那个时候我就真正在监狱里面 因为很多时间没事做 我就看了很多 我就看了圣经 整本圣经都看到完 然后也看了很多那些 基督的 那些人写的书 才开始慢慢有些了解 这个 这个教义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不是因为我 我看人家写的学问就写了 是我真的亲身 有经历到 他在我生命 做了很多东西 是我 觉得人 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样就在 有一次 服役的时候 那时候 我 意识到 诶 我的孩子 今年好像是 十 二十三岁了 然后就是他开始要慢慢步入青年 我也是差不多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开始慢慢变 叛逆 慢慢变坏 这样我就 开始 为他担心了不知道说 他会不会 参到 一些 那些不良的朋友 然后 也开始 会涉及到 这种帮派的东西啊或者毒品的东西啊 这样我就开始担心了 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懂要怎么样帮我孩子吗 我只能够相信上帝能够帮他 所以我就开始为他祷告 然后就早上祷告 晚上祷告 早上祷告 晚上祷告 就是 我祷告耶稣啊你在 他身边围绕一些 基督朋友然后有老师也是基督徒 可以教他圣经然后可以带他去教会 然后我祷告说 让他能够认识耶稣 然后 让他知道说 耶稣的 爱跟能力啊能够帮助他 这样 我出狱之后 然后 我就打回给我前妻 说我很想见孩子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正式办 离婚手续 然后 然后 法官说我可以去探访 这样他就告诉我 OK啦 这样你可以来看 不过在 门口看 就是隔着一个铁门 他们坐在屋子里面 我就坐在楼梯口 其实我是很不愿意啦 因为这个好像给我回想 就是给我回想到说好像 好像跟监狱探访 没有什么差别嘛 也是隔着一个玻璃 可是因为 我在那个时候 我相信 我的目的就是想要看他们而已 而且我相信 我告诉自己 我要相信上帝 他也是他的安排啦 我认为 在这个时候 在2014年 我当时14岁 我的妈妈告诉我 我父亲想要见我 所以 在那个时候 我认为 为什么他突然想要见我 为什么他突然 来找我们 当时他从7年来找到我们 所以 他来到我们 在外面的门 然后门就关闭了 然后他就跟我们 从那里 他问我 几个东西 例如 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他提出了 当时他去教育 所以 我开心地 我去问他 哪个教育 然后他说 希望教育 在新加坡 所以 在那个时候 我已经在教育 大概一年 然后 我听到他 我停在那里 然后 从十秒钟 希望教育 希望教育 那个时候 他跟我讲英语 说 希望教育 这样我在我心里 我在想说 希望教育 可能 新加坡有很多间 我就回到教会的时候 就 拜托 弟兄帮我 问问看 是不是 在青年族 有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 有一个 我的儿子的名字给他 结果发现真的是有了 然后 在第二个星期 我见我大儿子的时候 然后他跟我分享说 他是怎样 去到 福祉教育的 希望教育的 希望教育的 这种东西 如果说你说 人啊 要安排 都是安排不出来的 所以 那个时候 我很确定 我 确定这个神是存在的 很奇怪 我还没想到这个事 他只见我 第一天 后七年 然后他 在新加坡 然后 从那时 他会变得 他会变得 在我们更多的时间 我认为我多几个月 我认为我会认为他 我认为他为父母 我认为他再次 我认为他再次见他 我认为他再次见他 我认为他 我认为他 才能认为他 他在我的生活 我认为他在我的生活 我认为我认为他 我认为我父母 他回来找我们 她仍然很认为他 因此她没有让我们 去跟他 让他来到家 第一次去探访的时候 他说一个小时在门口 我利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他们聊天 然后就这样 每个星期去看 每个星期去看 其实我也没有特意去做什么 然后渐渐的 有一天 这个门可以开 我太太允许这个门可以开 他们可以出来到走廊 跟我一起拍照 可以坐在外面一起聊天 然后渐渐的 我可以带他们去吃饭出去 不知不觉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可以允许我进去 屋子里面坐 跟孩子一起做功课 这种 这样我记得就是 去年他 也叫孩子让我回去 看他们一起去吃团圆饭 我的妈妈慢慢拒绝他 她意识到 我爸爸没事 我爸爸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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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平均的工作 我慢慢 我妈妈相信他 所以我们的关系 真的改变了很多 直到现在 他永远带我们 永远 永远 花时间 为我们 为我们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只是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我就去 我就去做 做工 做一个正常的人 不要去碰那些东西 就是好好的去做我的工 每个星期就是 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 基本上我是 没有做什么 刻意的去安排什么 所以 就是这样子 我才可以看到 原来 上帝在安排这一切 在这三年里面 在顺发做工的三年里面 我学会一样东西 就是 像也是圣经讲说 当你以为你很刚强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好 就在 这三年 我有一次 因为工作的压力 还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晚上我 喝了酒 就跑到一些 我不应该去的地方 然后就跑到牙龙去 喝完酒之后 就开始又跑回去 吸毒品 然后 当我醒来的时候 警察已经站在我面前了 我看到警察 我就跟警察讲 我说 警官你不可以抓我了 我现在 如果你抓我 就什么都完蛋了 因为我孩子刚 开始原谅跟接受我了 这样 警察当然是不会放过我了 然后警察 警察局保释出来 然后 教会的人跟我说 你要跟你孩子讲 我说不可以 哪里可以讲 讲了不是完蛋了 他们哪里还能够明白 或接受 或原谅我 我们教会有个阿端弟兄 他就告诉我 劝我说 还是坦白比较好 所以我说 OK啦 你愿意陪我去 有你讲 我不讲 然后 我们就约了他 约了我孩子 一起出来谈 所以 他突然想要见我 在哪里 所以我说 OK 没关系 如果他想要见我 他会计算 几个天前 但是 突然他那天 他就说 我们见识 当我听到 我真的不想想要 他不想想要 他问我 他问我 这个问题 你会生气 然后 我只是答他 不 我认为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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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会会 再次 他可能会 再一次 但 在中央 他选择 他不选择 选择 才能选择 选择让我认识,选择告诉我他再次失败 在那段时间,我只是告诉他,我还有他的背 我并不是因为他再次失败他 因为甚至我自己也会失败 人们在周围中就不会说,他失败了,我不在乎他 但他们仍然会显示爱 很奇妙的是,他还是选择给我一次机会 所以我感谢上帝跟教会 在这一方面,真的有给予他很多的教导 他回到家里,也是有跟妈妈说这件事情 也为我,有跟妈妈辩解 这样啊,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我就继续扶,差不多两个月的星期出来之后 他真的是放下这件事情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出监狱的时候 我从监狱走下一个斜坡到大门的时候 我就看到 外面有很多人 结果走出去的时候 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然后我也看到 我孩子啦 他们两个就在那边等我啦 这个就是 我相信就是一种支撑力 还有一种教会跟孩子给我的那个支持 就算我做错事 他们还是愿意原谅我 跟给我一次机会看会不会重新再站立起来 这个跌倒也让我知道 让我学习到说 我不是刚强的 我不知道未来十年 未来二十年 如果还有生命的话 我还会不会再去犯这样的错误 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一步一步来咯 就是今天好像圣经也是讲 我不为昨天所做错的事而感到懊悔 我只是学习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会去想这么多 因为讲经讲说 今天的难当一天当 这样我就是一天一天的过咯 就是因为保持这个态度啊 当我来到今天 我回去看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过了 差不多要两年了 我一直都相信说 我本来是一个看不见的人 我本来是一个应该死掉的人 上帝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拯救我 然后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我相信是有祂的缘故 无论我去到哪里 我今天跌倒也好 我很潦倒也好 我很富裕也好 有一样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它都是与我同在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都会犯错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 别人给我们宽恕和原谅 犯错容易 但是要原谅人确实更难的 我真的拥有点信心 我真的相信神 我相信神 我相信神的信心 他会改变我父亲 那是当时 耶稣是一个人 把我和我和我父亲的关键 就是耶稣 他伸手拉我一把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 因为有了耶稣 我和家人的关键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有这么大的跃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